我们在导学中呢,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做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要完整的去了解一下我们项目的一个构成 然后并分析一下我们的项目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运行到一个微信的模拟器里面 然后看下面是一个tablebar tablebar呢,是三个页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首页 然后点击关注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关注的页面 然后点击我的呢,是个人中心的页面 首先我们先从首页开始 首页最上边呢,是一个自定义的导航栏 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去使用原生的导航栏 我们使用了一个自定义,我们自己去画出来的导航栏 然后这个导航栏呢,可以去兼容小程序 然后可以去兼容h5,兼容app 然后我们往下看,下面呢,是一个选项卡 选项卡可以对我们下面的内容呢,进行一个分类 当我们去点击选项卡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内容会进行一个切换 同时呢,我们去左右滑我们下面的内容 我们顶部的选项卡也会跟着发生一个变化 然后看下面我们内容的实现 我们的内容呢,是成一个卡片的形式 卡片我们有三种类型 首先看一个多图的模式 这个卡片上面会有三张图片 然后有标题 下面呢,有分类,然后和一个浏览人数 还有一种呢,我们的图片在左边 然后我们的内容是在右边 最后一种呢,是一个大图的模式 我们会有一张很大的一张图片在最上面 然后下面呢,是我们文章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板块 我们单独抽出来 去做成一个单独的组件 这样呢,方便我们去复用我们的内容卡片 然后在卡片的右上角呢,会有一个新鲜的图标 当我们点击这个图标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当前的文章进行一个收藏 然后再次点击呢,我们可以去取消收藏 然后我们的收藏按钮呢,也是单独的一个组件 为什么要去单独的把它抽离出来做一个组件呢? 因为这样会对我们的性能有一定的帮助 当我们去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的页面会局部的刷新 而不是所有的内容全部刷新 这样呢,对我们的性能提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然后看这里有一个设置的图标 当我们去点击图标的时候呢 会跳到一个标签管理的页面 我们可以点击编辑 然后可以把上面的标签呢 点击删除放到标签推荐里面 只有在我的标签里面才会在首页显示 我们先去掉,我们只留下两个 然后点击完成 编辑成功之后呢,会自动跳到首页 同时我们首页的选项卡呢 就是我们刚才编辑的标签 这是我们一个标签页的管理 然后回到首页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看我们的导航栏这里有一个搜索框 当我们点击搜索框的时候 我们会跳入到一个搜索页面 我们再次点击的话 这里可以去搜索 比如说我们去搜索前端 然后会进行一个实时的搜索 搜索完成之后呢 当我们点击卡片内容 可以去跳到一个标签页面 然后我们返回 当我们把内容删除之后 可以看到搜索历史里面呢 会有刚才我们搜索的内容 当我们去点击搜索内容的时候 同样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搜索 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清空 当我们去点击清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历史记录呢 给它删除掉 这是我们的一个搜索页面 然后我们返回 我们去点击我们的卡片 点击卡片之后呢 进入到详情页面 详情页面呢 最上面是一个标题 标题呢 下面是一个作者的信息 我们可以去点击关注 如果是已关注状态的话 我们会取消关注作者 如果是关注呢 我们点击就可以对作者进行一个关注 已关注我们点击 我们就可以取消对作者的关注 然后下面是一个复文本的渲染 我们可以把复文本渲染到我们的应用里面 然后最下面呢 会有一个回复 回复的话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对文章进行回复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可以对评论进行回复 然后我们返回上一页 我们找一个回复比较全面的 这个文章 回到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角色 他进行的一个回复 那么首先第一个 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评论 同时呢 我们最下面 他可以对当前的评论进行一个回复 然后我们还可以对当前评论回复 再继续进行一个双向的回复 这就是我们评论的一个部分 评论呢 我们也把它单独拿出来去制作了一个组件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去复用我们评论整体的一个内容 同时呢 可以对我们应用的性能有一定的提升 然后我们看最下面 最下面呢 我们可以点击搜索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输入一些内容 我们写一个评论 然后我们点击发布 然后可以把我们刚才输入的内容呢 评论到最上方 同时呢 我们点击回复 可以对当前的评论进行一个回复 我们点击发布 那么我们可以回复当前的评论 然后继续往下面看 这里有一个评论的图标 我们点击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评论 单独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返回 下面呢 会有一个收藏的图标 收藏呢 跟我们在外面 就是在这里的收藏 我们功能是一样的 方便我们在这里呢 进行一个收藏 后面会有一个点赞 我们找一个没有点赞的文章 那这里呢 说明没有点赞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38个赞 当我们点击之后 这里呢 就会变成39 然后我们点赞之后呢 我们就不可以取消了 这是一个单向的操作 我们只可以点赞 然后不可以取消点赞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详情页面 然后我们返回的主页 以上呢 就是我们首页 所有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去点击关注 关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有收藏的文章 然后我们关注的作者 在这里都可以显示 我们可以回到首页 对一个文章进行收藏 我们把前三个我们进行收藏 收藏之后呢 我们点击关注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会实时的刷新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三个文章 我们给它取消掉 然后回到我们的首页 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的一个收藏状态 它会同时的去进行一个改变 进行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再继续 点击两个关注 那么回到首页呢 我们这里就会同时出现 我们来看我们的关注作者 作者呢 跟收藏文章 其实原理是类似的 我们只要在详情里面 对作者点击了关注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去看到我们关注的一些作者 然后看最后面 我的 我的是一个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呢 会拉取当前个人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个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呢 跟首页 其实原理也是类似的 包括收藏文章 这里只显示 当前我发布过的文章 会在这个页面 去进行一个显示 然后我们点击返回 下面呢 会有一个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择上传图片 这里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两张图片 我们点击打开 这样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选择的图片 那么我们在这里 对图片进行了一个限制 我们最多可以选九张图片 那么现在选了三张 我们再去选六张 那我多选几张 那我现在选的是2468 我选了十张图 但是我们最多选九张 所以呢 我们多选的那些内容 是不会显示的 我们这里最多呢 去显示九张图片 那么我们去关闭一个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加号就会出现 如果九张的话 加号就会取消 那么可以把这些图片 我们先给它删一下 我们保留两张 然后去点击提交 我们在这里输个内容 我们提交反馈信息 这个时候开始去提交信息 提交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UniCloud 云开发平台 然后去看到我们 提交的这些图片和信息 提交完成之后呢 会自动返回到 我们的个人中心页面 以上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本课程 需要去完成的一个项目 项目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包括的知识点 还是很全的 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跟着我的课程 完成一个项目 然后对UniApp呢 有更深的理解 那同学们再 我们是在这里的 我们下期再见 各个月